最近有许多专家事实上跟我聊 有医生有教授还有老师 那有些重点聊出来我觉得还不错 可以让大家来知道一下 那第一点呢还是长求菌的问题啦 那为什么食品不建议添加于食长求菌跟分长求菌呢 主要是因为会有抗药性的风险 那什么是抗药性的风险 我建议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因为这解释起来比较麻烦 你假如输入长求菌VS抗药性 就会有更专业的解答 来供大家来阅读 但是还是有专家跟我说 台湾今年才说食品不得添加于食长求菌跟分长求菌的草案而已 还没有通过啊 明年过不过还不知道 不过对我来讲 我态度是坚决的 不管过不过 我是不会去吃这两株菌的 那我自己不会吃 家人也不会吃 那别人要不要吃 这我就管不着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也不是文明规定 就是说你益生菌的标识 能够越清楚是越好的 从菌数到菌种到菌株代码到菌树是多少 为什么要这样标呢 其实我感同身受 很多老客户会赖我 然后就啪 这个图片就传过来了 就问说 营养生这好不好 帮我解释一下 我看了我也看不懂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它菌树没有写 那菌树没写就罢了 有的菌株还直接写 乳酸菌没了 后面什么都没了 我不知道是这个 四酸乳感菌呢 还是鼠里糖乳感菌呢 我没有办法做判断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给我的老客户真实的回应 我只会说 不好意思 这个我没有办法判断出它是好还是坏 那第三点呢 我觉得这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是大家知道吗 台湾其实有支柱50岁到74岁的免斩者 一年有两次去做粪便前卸的检查 这是免费的 不过据统计下来 做这样的检查 有资格做检查的人次 没有超过一半 所以代表这件事情还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这很重要 最后就是有好的睡眠 有好的饮食习惯 有好的效能 赢过吃一身卷 所以勉励大家都有一个更健康的自己